前哨基地 西门口 木制的触棚内 一只庞然大物趴在地上 硕大的尾巴蜷缩成一团 琥珀色的瞳孔 懒散的四处游异 只要是在这片大路上 土生土长的废土客 不管是觉醒者还是普通人 看到这家伙都会本能地感到惧怕 并对能够战胜并降服这玩意儿的强者 油然而生一股发自内心的敬佩 作为废土上 处在食物链顶端的存在之一 死亡爪无论是力量 速度 还是隐匿 亦或者体格 都绝对是T1乃至T0级别的存在 能用几根铁链 加一个项圈术附住这玩意儿 真是太强了 不过 这只死亡爪 显然已经被喂得有些咸鱼了 眼神中的凶狠 明显已经被懒散取代 脾气也没来这里之前那么暴躁了 凶狠有什么用呢 这儿的人大多不怎么怕它 尤其是那个穿成铁疙瘩的人类 每次喂它的时候 身上都会散发一股强大的气场 让它感到发自内心的 恐惧 死亡之爪的智商不算高 但这仅仅是相对于人类而言 比起猎狗 狐狼 棕熊这些小动物 它还是要聪明一些的 心智能够达到灵长类动物幼崽的水准 也正是因此那种恐惧带给它的感觉要尤为的明显 每当它表现出不友善的行为甚至仅仅是神态 那种大脑被冻住的感觉都会让它忍不住四肢僵硬 浑身站立 而相对的 如果它表现得足够温顺听话 那个男人会给它多喂几条老鼠或者猎狗 久而久之 它已经揣摩出了一条新的生存之道 最近那个人类又玩了些新花样 每次喂食的时候会喊它一声妮扣 虽然不知道这个叫声是什么意思 但只要它表现出有回应 那个令蜥蜴畏惧的铁罐头都会很高兴地奖励它 谁在乎呢 也许是那个人类的名字吧 妮扣不是很在意理解不了的东西 对于抛弃野性的她而言 吃饱和午睡便是她的全部需求 匍匐在地上的她合上了眼 打算在午饭之前打个盹 然而就在这时 一群吵闹的声音 却是打搅了她的睡眠 妮扣睁开了眼 只见一条小虫子身后跟着几个蓝外套 吵吵闹闹地朝自己走了过来 一边向前走着 垃圾军一边和牛马群的几个群友们吹牛说道 不吹不黑 也现在感觉自己强的一匹 别说是区区一条死亡虫 老子一巴掌拍死母巢都不在话下 夜时忽然开口道 说起来蜥蜴的发Q7是啥时候来着 老白想了一会儿说 好像就是春天 戒烟跟着好奇问 你说那只死爪会不会对着垃圾军求偶 西红柿炒蛋摸着下巴寻思 搞不好会 毕竟这家伙都开挂了 众人一致看好这对 只有垃圾军嘖嘖着舌头 你们这些人 思想真是龌龊 玩个游戏天天 CPDD 就不能纯洁一点 夜时嬉皮笑脸道 可以可以 慕有小弟弟 说话就是特么的硬气 被戳到了痛处 垃圾军恼羞成怒地瞪了他一眼 滚蛋 来到这儿的垃圾军 当然不是为了求偶 虽然有着蜥蜴的身体 但他在精神上仍然是人类 和爬行动物贴贴 多少还是太重口了 更何况 他也没有那东西 一种序列 不管是蜥蜴还是老鼠 性别无一例外 都是太监 可能是觉得太猎奇 运营商干脆就没把他身上 该有的模型给建出来 不过在垃圾军看来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游戏吗 强就够了 至于别的不重要 如何证明自己的强大 对于蜥蜴而言 最直接的方法 当然是获得同类 尤其是同类雌性的承认 琥珀色的瞳孔 从木棚中看了过来 见那头畜生注意到了自己 垃圾军屏住了呼吸 死死地瞪着他 释放自己的气场 一大一小两双眼睛 就这么互相瞪着 大概过了有半分钟那么久 趴在木棚子里的妮扣 也不知道是不是懂了他的意思 喷出一声带着痴笑的鼻息 吹起几根稻草 落在了垃圾军的脚边 那条硕大的尾巴 换了个方向盘着 琥珀色的瞳孔 漫不经心地合上 不再搭理他 扑 哈哈哈哈 戒烟没忍住 一个扑痴笑出了声 其余几人虽然没有笑 但脸上也不约而同地 浮起了微妙 垃圾军脸色胀红 给自己辩解了一句 他可能是困了 好了好了 算了垃圾军 方长心疼地拍了拍他的尾巴 我们去远西镇刷素材 乖 在试吃员老娜的帮助下 最近西红柿炒蛋开发出了妖怪肉的处理方法 只要在腌制的时候撒上一些水牛草粉末 就能去除掉那难闻的血水味 让妖怪肉变得不那么难吃 煎到两面金黄 撒上一些松子酒和切碎的羊角鼠筋块 不但是人间美味 更能提供5%代谢 7%体质的BUFF加成 由于口感类似牛肉 而且能提供BUFF加成 最近猎人工会 关于妖怪的狩猎需求 一下子多了起来 一直没说话的狂蜂忽然开口 我听说 母蜥蜴求偶的时候会抬起尾巴 戒烟 也就是说没看上 西红柿炒蛋 饶有兴趣问 公蜥蜴呢 狂蜂 我记得是摇尾巴 这儿最有文化的就是封教授了 夜时忽然贼贼的一笑 看向了垃圾君 兄弟 要不 咱试试 垃圾君 滚滚滚 试成了尴尬 试不成 岂不是更尴尬 虽然属性只有三 但他可不傻 狂蜂捏着下巴撕存 忽然开口说道 对了 其实有件事情 我一直挺在意来着 昨天他查了好几个小时 关于蜥蜴的资料 都没想明白这件事 被狂蜂教授盯上 垃圾君总有种不祥的感觉 这家伙 今天有点针对他呀 在意啥 我记得之前 你不是和我说 你有四点智力了吗 那会儿还没觉醒吧 狂蜂疑惑道 怎么觉醒之后 反而变少了 戒烟惊讶地 看向垃圾君 还有这事儿 垃圾君干咳了一声 微妙地把视线挪开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是要去远戏镇吗 快走吧 晚了就赶不上车了 从LV0到LV919个属性点 一点智力都没涨 换我估计也不好意思讲 方常拍了拍狂蜂的肩膀 叹了口说道 理解一下 垃圾君 与at百分号人民币 浪潮结束已经过去了三天 聚集在北郊的包子云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退 而北郊幸存者们的士气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士气 在玩家们的身上 体现得并不明显 毕竟埃泽拉斯 天际省 或者海拉鲁大陆 等等其他游戏里 他们早已无数次拯救世界 一座城市 对他们来说太小了 母巢 进话题 不过是LV十至二十集的主线剧情 Boss罢了 然而对于生活在清泉市 尤其是北郊的幸存者们而言 战胜浪潮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在绝大多数清泉市的幸存者们眼中 浪潮是巨石城才能应对的存在 当灰绿色的浓雾弥漫之时 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避开危险的城区 或者减少出行 蜷缩在家里祈祷 祈求浪潮早日结束 那些来自404号避难所的蓝外套们 做到了他们曾经联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甚至比巨石城还要迅速地解决掉了浪潮 那群住在围墙里的自大狂 也不过如此 前哨基地内 此刻正是一片张灯结彩 热闹得像是过节 由于春节和新版本马上就要到来 再加上之前那场胜仗 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 楚光便决定三件事放到一起庆祝 并将庆典定在了碧伦测试上线的首日 烹饪美食是404号避难所的传统保留项目 这次庆典也是一样 获得玩家、NPC、管理者肯定的美食 不但能和自己的队友们 一起进入专属于厨师的名人堂 还有机会在NPC的商店里 看见自己的作品 以及获得丰厚的活动积分 不少战斗职业玩家 一大清早就跑去了长久农庄 在那排队等候去远西镇的班车 迫不及待地打算整点神奇动物回来 生活职业玩家也没闲着 有去钓鱼的 有去采蘑菇的 还有去田里抓蛤蟆的 整个论坛上乡土气息十足 尤其是现在挂耳式摄像设备的数量 渐渐上来了 避难所的保有量达到了200件 楚光已经开放给了玩家们购买 只要贡献点达到中等公民 并支付500银币 就能在管理者助手小七那里解锁游戏截图加急事通讯的功能 拥有了耳机之后 不但能够与VM好友列表中的玩家远程语音交流 还能将合规的照片同步到论坛账户 不少论坛上的云玩家也是跟着大宝眼浮了一波 见识了不少现实中根本没有的神奇动物 除了自己动手捕捉食材的玩家 还有一些玩家则将目光放在了长久农庄的贸易战 和那些过往的行商们身上 异国的行商们偶尔会带来一些临近行省的特产 比如来自南边锦川行省的蜥蜴干 水果罐头和糖 或者北边的锯齿虎肉 牦牛奶和五颜六色的矿盐 这些行商对长久农庄的商品非常满意 尤其是那些做工精致的铜壳子弹 往往只需要两三个弹夹 就能从他们手中换到一整箱上百公斤的货物 而那些子弹不过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的罢了 成本说出来可以吓死这些废土客们 除了吃的之外 玩家们也没忘记给自己的老家换个新年皮肤 尤其是主要在前哨基地一带活动的生活职业玩家们 很自觉地给素质广场周围的建筑贴上了充满节日气息的剪纸 不止如此 他们还在疗养院 武器商店 仓库 银行 猎人工会等等 NPC办公点的门口贴上了极具创意的对联 站在武器商店的门口 看着门口挂着的红纸 夏老板的脸上写满了古怪的表情 这上面写着啥 他看向了一旁的楚光问道 面长肉长 蘑菇长了又长 谢天谢地 还好武器不长 横批 版本良心 哈哈 这帮人才有点意思 念着念着 楚光没忍住 笑出了声 对账不公正 但倒也挺有玩家们的风格 这帮沙雕网友们 真要是能想出这儿巴金的对联 楚光反而会感到奇怪 下言听的是一头雾水 不过楚光倒是读出来 这些玩家们在内涵狗策划 又乱发淫蔽 不过 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内涵的是阿光 和我曙光有什么关系 众所周知 为了照顾新玩家的体验 任何网络游戏 都是有版本追赶机制的 而数值膨胀 只是策划手中的无数张牌之一 不过楚光印钞票的出发点 倒是和其他游戏的策划不太一样 它是根据玩家 与NPC们的生产总值 有计划的印钞票 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 多亏了避难所下面 埋着的那台算力未知的 超级计算机 以及黑箱无限量生产的VM设备 若是没这两样黑科技 再加上小七的帮忙 想要完成这些工作 还真不是嘴皮子一碰就能完成的事情 楚光大致算过 至少需要将10%甚至是20%的劳动力 转化成行政人员 才能勉强维持这套管理体系的运行 换成模拟经营游戏的术语 来描述就是 由于404号避难所的未来市政技术 管理者只需要不到150名 仅受过中等 甚至初等教育的基层行政人员 就能维持近2000名常住人口 与1500名玩家的笑脸 谁还敢说 404号避难所没有黑科技 这黑科技比起可控巨变唯一差了点的地方 恐怕也就是强得不太明显 逼格稍微弱了点 站在一旁的小鱼 好奇地认着对联上的字 楚光看向他笑着说道 说起来你们没有春节吗 小鱼把头摇成了小风车 没有哦 楚光隐约记得小鱼之前和自己说过 贝特街只有前镇长和他孩子们的生日才会办庆典 而且多半是寒镇上的人去做白宫还有收礼钱 因此没有人喜欢庆典 能像现在这样 大家因为同一件高兴的事情聚在一起庆祝 在小鱼看来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往年这个时候 南边会一直砰砰砰地响 有时候会响一整晚上 小鱼歪着头响了一会儿 灵机一动说道 就像打雷 南边 说的应该是西三环附近 在灵湖湿地公园这边倒是听不见 不过在贝特街的话 应该能听见从那传来的炮声 楚光好奇地接着问 一般会持续多久呢 快的话一个星期就结束了 慢的话可能得一个月 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小鱼用力点了点头 肯定地说道 今年应该会比较晚 小鱼从来没在北郊 见过这么大的雾 前几天只要从避难所里出来 他都戴着防毒面具 可把他憋坏了 以前从来没这么严重过 楚光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到 看来包子的扩散 存在区域性 虽然北郊的浪潮已经提前退潮 但等着楚光去忙的事情还有一大堆 由于北郊奇迹般地抢在巨石城前面 解决了浪潮的危机 再加上楚光派往巨石城的疏语的积极活动 最近有不少巨石城的刑伤被吸引了过来 牵着双头牛往北交感 面朝荒野的清泉市北大门 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尤其是当那些刑商们发现 夜之女王酒吧的艺术品 竟然是这里生产的之后 瞬间全都疯狂了 除了满足LSP们求之欲的艺术品 魔鬼司和精神叶这三样宝贝之外 这儿的其他好东西也不少 比如迪迪威营养高 几乎被巨石城的刑商们买到脱销 299银币一吨的批发价 根据当前汇率 折算成筹码只要不到150美 相比起维加商行每吨300筹码的出厂价 在这儿买和白捡有啥区别 而且不只是价格便宜 质量也一点不差 厂长迪特威一开始还打算自己组建一支商队 把货拉去巨石城卖了 但后来发现这个操作完全是多余的 它的成本已经压缩到了每吨140银币附近 蜂拥而来 订单更是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它只管卯足利器生产 就有一倍以上的利润 那还折腾得毛线 有那个银币 不如多投资几个狩猎小队 去五环线边缘扫楼 石荒的收益完全能平衡掉弹药的开支 干就完事了 如此丰厚的利润 连李斯特都看得眼红了 KV以外骨骼和固态氢电池赚钱是赚钱 但毛利率还真比不上营养高这种不起眼的玩意儿 巨石城门口贫民窟的帮派会买这东西 南边的农场主也会大量收购 200克就能让人不饿肚子 加一倍的量就能让人吃饱 用来喂奴隶和牲口是再适合不过了 除了艺术品和营养高卖到脱销 还有蚊子的防毒面具 81号钢铁厂的自行车和钢盔 化工厂的消毒水 以及一些便宜又好用的小玩意儿 LD-47镰刀突击步枪 不太受巨石城的刑商们欢迎 不过却并不妨碍拥兵们对他爱不释手 低谷战略 保养方便 而且威力够猛 再加上便宜这个最大的优点 已经足够他们敞开钱包 将筹码换成银币 再拿着银币去夏老板那儿消费了 除了开工厂的那几个吃到肉的大佬们之外 最爽的 无疑要数那些北街的那些生活职业玩家 之前跟着李斯特的商队 从巨石城来的佣兵们 就没几个人在他们的摊位上消费的 然而最近 这些从巨石城来的佣兵们 就像是突然变有钱了一样 出手阔绰地让人惊讶 即使是拉面从五银币涨到了六银币 也有人买单了 四银币一碗的蘑菇汤 更是广受好评 香浓解腻又好喝 最关键是老板娘漂亮 说话又好听 台队的人简直络绎不绝 这些远道而来的商人和佣兵们 不只是刺激了一波消费 同样也带来了不少巨石城生产的好东西 这些商人们兜售的货物五花八门 从武器到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事实上 巨石城作为很久之前 便完成了工业化的老牌大型幸存者聚居地 工业能力是要比404号避难所强上不少的 当地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企业的理想城 这一点从内城上流社会 对理想城从文化到商品权领域的传货崇拜就能看得出来 KV以外骨骼的设计思路仿造矿工系列 雄风X二型突击步枪仿造的黑天鹅G9突击步枪 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效仿了东海岸的遗产继承者们 巨石城的工厂生产不了金属氢 但能生产次两极的固态氢 生产不了驱动路行堡垒的巨变引擎 但能将烧开水的引擎做得紧凑又便宜 楚光承认 无论是人口还是工业能力 北郊的幸存者聚居地和巨石城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当双方的交流和对彼此的了解达了一定程度 摩擦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就算是关系恶化到全面战争的程度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就算明天就打起来 也不妨碍他今天薅他们的羊毛 为了保护本地产业并增大出口 楚光早在放里斯特进来办场的时候 就已经将银币对筹码的汇率从1比2调整到了2比1 并区分限制了个人与企业的外汇额度 这样一来玩家们会发现从NPC商店购买KV以外骨骼 会比去巨石城买进口货便宜得多 而同样的将产品从北郊出口到巨石城 利润也会比单纯地拖到市场卖掉丰厚得多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筹码 前哨基地的仓库 看着箱子里那一堆花花绿绿的筹码 老查理发出了一声由衷的感慨 虽然同为避难所的蓝外套 但在清泉市生活了这么多年 他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生活 这么一大堆值钱的东西摆在他面前 要说一点震撼的感觉也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楚光淡淡笑了笑说 那个老水智没有吗 查理知道楚光说的是谁 轻声道 他只是一般有钱人的范畴 巨石城的筹码面额很多 最常见的是白色 也是巨石城之外的地方 流通最广泛的货币 除此之外 还有五面值的大红色 二十五面值的绿色 以及一百面值的黑色 在大面额的筹码 一般也只有在内城才能看见了 不过那里的人大多刷卡交易 很少会将大于一百面额的筹码 揣在兜里显摆 既当不了零钱 也没几个人能找开 他见过前镇长的金库 同样的箱子那个人有三个 但大多都是些最便宜的白色筹码 不像这箱子里 连黑的都能看到 楚光笑着问 这些钱足够在巨石城当上付好了吗 查理想了想 给出了一个严谨的回答 我只去过那里几次 但如果是我理解中的那种奢侈的生活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楚光笑了笑 没说什么 停顿了一会儿 他清了清嗓子 我打算成立一个行商工会 组织一些商队 与其他幸存者聚居地展开贸易 扩大我们影响力版图的同时 也为我的玩家 我的意思是 居民们找点事情做 老查理点了下头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虽然后面半句话听起来很奇怪 但前面的部分 他是认同的 北交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光是扩大疆域上的版图是不够的 也根本没那么多人开拓那些土地 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 只有获得了足够的地区影响力 北交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人口和资源 楚光看向了老查理 继续说道 你的见识和去过的地方 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多的 这件工作 我打算交给你来做 你老公的 你老公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多的